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本珍贵的天然北投石是禁止开采的 不过有学者成功研发出人造北投石 说您可以自己买回家来 自己来泡澡 而且泡个十分钟呢 可以吸收到高浓度的负离子 不刚说了 不便宜 它的价格是一公斤要三万块 这是天然北投石地热谷温泉的千百万年结晶 而这一颗一颗则是日本学者最新研发的人造北投石 负离子测试机一靠近 结果人造北投石 每20秒释放4918立方公分的负离子 比天然的还要多 业者说只要拿一公斤人造北投石泡澡 泡十分钟就能吸收高浓度的负离子 一些医学的这些网站可以绕把它抓出来 那大概会对身体更棒 而且细胞的好细胞会增生 绝对没有问题 不过天然的北投石一公克喊到一千元 人造的一颗要五百到一千块 颗颗珍贵也难怪一盒一公斤就要价三万元 另外还有手链22到26颗也要上万元 还有狗躺垫 连乳液化妆水和精华霜都有北投石萃取成分 都是因为日本人相信多用可以多抗癌 而保育团体也希望人造北投石的研发 可以让天然的躲过被盗裁的命运 TVB新闻涂涂铺新台北报道 您所信赖的新闻频道 TVBS News 新闻台 新年快乐 欢迎收看您所信赖的新闻频道 TVBS上午10点钟整点新闻 我是金鲁新 说到台湾珍贵的天然北投石 目前是禁止开采 所以一公克的罕价已经到一千元了 而现在日本的学者成功研发了人造的北投石 说自己就可以买回来家里面 另外就可以泡澡 据说泡个十分钟 就能够吸收高浓度的负离子 能够调整酸性的体质 不过价钱也不太便宜了 一公斤要卖三万块 这是天然北投石 地热股温泉的千百万年结晶 而这一颗一颗 则是日本学者最新研发的人造北投石 负离子测试机一靠近 结果人造北投石 每20秒释放4918立方公分的负离子 比天然的还要多 业者说只要拿一公斤人造北投石泡澡 泡十分钟就能吸收高浓度的负离子 不过天然的北投石一公克含到一千元 人造的一颗要五百到一千块 颗颗珍贵也难怪一盒一公斤就要价三万元 另外还有手链22到26颗也要上万元 还有狗躺垫 连乳液化妆水和精华霜 都有北投石萃取成分 都是因为日本人相信多用可以多抗癌 而保育团体也希望人造北投石的研发 可以让天然的躲过被盗财的命运 TVB新闻图堂论彭新台北报导 你现在收看是我们台湾人的电视台 现在要为你报导三例晚间新闻 官方晚安 欢迎收看2月7号 星期三的三例晚间新闻 我是肖童文 新闻一看 高温泉文明中外而孕育出来的北投石 研究证实对健康也很好 不过近来倒彩严重 因此现在有业者发明了人工北投石 就在北投地热股当中 经由高温浸泡及河水冲击 结晶了珍贵的北投石 过去前中研院长李远哲 还曾以放射能研究为题 完成了他在清华的硕士论文 如今他的健康效益也获得了学界验证 早期治癌以为说可以像雷射 或是说放射性治疗的时候 那么他们可以把这些癌病毒 或是防止在癌滋生 那现在用天然的北投石 甚至我们做一个核子共振了以后 那么他马上把自由基 10秒钟而已 马上就把自由基给消除掉 由于放射性越高价值越好 北投石近来遭盗匪窃取 成了生态上的隐忧 有人工的被发明出来取代 差别有多少 我们实地拿仪器检测 结果负离子含量 几乎是一模一样 高科技把里面的杂质酸的东西 或者是硫磺 把它去除掉以后 再经过摄氏超过1000度以上的高温 把它烧制成一个高硬度的陶瓷球 同样能改变磁场 却能兼顾环保 这项发明彰显了北投石的珍贵 也提供民众在养生上另一项新管道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 三立夜间新闻 晚安 各位观众 我是李瑞宇 欢迎收看2月7号礼拜三 三立台湾台夜间新闻 新闻一开始 还要带您关心的是 北投温泉文明中外 而它所孕育出来的北投石 也因为具有放射性能量跟负离子 研究证实对健康颇有功效 不过近来倒采严重 为了要保育 有业者就发明了人工北投石 究竟效果差别怎么样 我们带您一起了解 就在北投地热股当中 经由高温浸泡及河水冲击 结晶了珍贵的北投石 过去前中研院长李远哲 还曾以放射能研究为题 完成了他在清华的硕士论文 如今他的健康效益 也获得了学界验证 早期治癌以为说可以像雷射或是说放射性治疗的时候 那么他们可以把这些癌病毒或是放射在癌支撑 那现在用天然的北投石 甚至我们做一个盒子共振了以后 那么他马上把自由基 十秒钟而已 马上就把自由基给消除掉 由于放射性越高价值越好 北投石近来遭盗匪窃取 成了生态上的隐忧 有人工的被发明出来取代 差别有多少 我们实地拿仪器检测 结果负离子含量几乎是一模一样 高科技把里面的杂质酸的东西 或者是硫磺 把它去除掉以后 再经过摄氏超过1000度以上的高温 把它烧制成一个高硬度的陶瓷球 同样能改变磁场 却能兼顾环保 这项发明彰显了北投石的珍贵 也提供民众在养生上另一项新管道 三粒新闻综合报道 请收看明示晚间新闻 欢迎您好 我是李珍珍 欢迎收看今天2月5号的明示晚间新闻 新闻首先说到了地热谷 或许您也听过北投石 这种生长在地热谷附近的很珍贵的矿石 它因为还有罕见的雷元素 甚至连中研院前院长李远哲都拿来研究做论文 所以尽管立法保护这样的北投石 还是屡屡遭到盗裁 那么现在就有日本学者成功地研究出 人造北投石 希望大家不要再破坏珍贵的自然资源了 北投石是全世界4000多种珍贵矿物中 唯一以台湾北投来命名的矿石 最大的一棵目前就收藏在北投的温泉博物馆中 在全世界只有北投跟日本的Tamakawa这个温泉区 地热把这个寒雷的硫酸千倍元素带出水面来 然后流到差不多要80度C的时候 而且水池绝对不能有优氧化的情形 它才非常的严苛 号称一百年才能成长十分之一公分 珍贵性可以响见 不但被认为具有保健的功效 也被视为可以开运招财 一公克更喊价到1000元 尽管已经立法禁止开采 还是不断有人冒险偷窃 也对生态造成很大的破坏 日本学者最近终于成功研发出人造的北投石 日本人把这些绿河米 把这些干燥以后 甚至把这酸基全部去除 只留下寒雷的硫酸千倍 石头最基本上来讲 要1300度以上 如今台湾有学者计划合作制造 让珍贵的北投石生态 不要再被稻采集团随意破坏 明星文参与者林志宏台北报道 接着来看到泡温泉 有的人会担心说水池会不太好 但是您知道吗 现在有业者推出干式的温泉 这个干式温泉叫做盐盘域 号称说他们是利用北投石块 所产生的能量 在这边躺30分钟 就可以达到慢跑的热量消耗 这就是刚引进台湾的盐盘域 借由40度高温 60%的湿度 让您透过大量出汗 排出体内毒素 它所以是干式的温泉 那它跟温泉比较不一样的话 就是说它是有能量来带入人体的 而不是只有热 它是热加一般的矿石的能量 业者孔中的矿石 正是在台湾日本两地 都被视为国宝的北投石 只要几粒就能释放出负离子能量 坐成床让爱美女性仰躺 往往30分钟就能达到慢跑的热量消耗 身体高循环比较差的 或者说它是冬天会手脚冰冷的人 或者说它是长期工作压力很大的 都蛮适合做这样的一个盐盘域的一个 就是来做盐盘域这样的效果 如果再像这样搭配面膜结合太空舱 个人化的设计更符合重视隐私的现代人 因应时尚 养生功法似乎是越来越不一样 三连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是我们的独家消息 天然的北投石已经是禁止开采了 不过脑筋冻得快的日本人 已经成功利用温泉沉淀物 汤花 自行提炼出人工的北投石 功效比天然的石头更为强大 据说还可以促进新陈代谢 达到瘦身的功效 看看这一格格木头格里 里头装的全是鹅卵石 不过挖开上层的石头 底下可是暗藏玄机 看看那一包已经包装好 有白色和蛋黄色小石头的 这就是这个石床暗藏的奥秘 天然珍贵的北投石 早就已经禁止开采 这是利用温泉沉淀物 所提炼出来的人工北投石 里面还有微量元素 以及磅射元素雷 业者宣称可以释放 大量的负离子能量 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 再结合温热疗法 可以让爱美的女性 达到瘦身的效果 它可以提升你身体的新陈代谢 只要体温每提高一度 新陈代谢就可以提高13% 所以它可以有效地消耗掉 你身体里面的脂肪 这样一张人工北投石窗 造价可不便宜 要价数十万元 不过还是让许多 注重健康以及爱美的女性 想要亲身来体验 明天新闻综合报道 来 马上进行我们的期货 Dakka 好 马上呢 就是我们的期货Dakka 是 就是我们要介绍什么样的特殊的产品 而且今天这个对我们的身体 有很大的帮助 对啊 而且这个等于算是一个 国宝的产品 可以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 有国宝的 来 请做事帮我们推出来 好 马上来看一下我们北投石窗 这样子 这个很特别 是 我们这边要成立了很多的石头 各式各样的艺术 对 那我刚刚讲到国宝呢 就是这个现场大家所看到 这个叫做北投石 目前全世界唯一以台湾地名 命名的就是这一颗石头 叫北投 我们那个泡温泉的地方 但是它不是在北投的 它是在北投 在北投 那有什么咬不前 我到北投挖两颗石头就好了 没有 这个很特别 它本身来讲是要那种 温泉里面那些物质去做沉积 而且沉积之后呢 经过侦叉里面有雷这个元素 雷这个元素呢 它可以放射出负离子 加上远红外线 雷可以做原子蛋吗 是不是 不是 原子蛋 所以它这个时候呢 采用我们台湾这个国宝的北投石 去做一个纯化粉末的萃取 跟日本技术合作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是利用北投石的粉末 制作而成的能量鞋 现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鞋子里面 这一颗一颗一点一点 这个就是北投石的粉末 就是因为它里面有这雷的能量 然后把它磨成粉状之后呢 制作了鞋子 那它的能量很高 就能够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循环 就是利用这个北投石 帮你做一个脚底按摩 所以我们来测试一下 是 我们可以帮大家直接来做测试 比如说这个鞋 我们直接来测这个地方 我先测一般的玉石好了 像外面大家会觉得说 可能水晶有很多能量 但是水晶的布离子能量 我先试给大家看 随便哪一颗好了 像这样 好 我放在后面的感应区 来 直接侦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个蓝光 它可以侦测到布离子有多少 它的蓝光的闪烁速度 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大概平均20秒之后 就可以知道这一块玉石 它的布离子有多少 大概平均1000左右 就有养生的功能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 它的指数 6 这一颗玉石的布离子能量 6 蛋脚 蛋脚 没有啦 就是这个 它本来的布离子就是这样子 6 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刚刚讲了 这个有雷元素 它这个部分 北投石的部分 我一样再重新测 所以它这一块有点点的地方 好 重来 一样再深测个20秒 那我们刚刚讲了 它是跟日本技术合作 所以每一个成品 都从日本原装进口 待会大家顾一下 可以参考一下 那那个测的机器蛮特别的 对 它专门测布离子 而且你有没有发觉 它这个蓝色闪烁点加快 它测的是能量 对 这市面上有卖吗 这个机器吗 你要测什么 你看看我这个能量好不好 这是什么 这是那个蓝玉水 蓝玉水 蓝玉水 对 也是蛮稀有的石头 您算是蛮有胆的 可以把它拿上 你敢拿出来吃 我敢说你对它没有信心 来 医药reset 来看一下它的负离子能量 8 3 你别吓它 可是是针对负离子吗 对 针对负离子 可能有些职场它测不到 它就针对负离子的部分 这花很多 它算不错 我觉得它蓝光闪得算快 这样子啊 你这花很多钱买的吗 还蛮贵的 还蛮贵的 12 你别跟人家都傻钱不快 要是真的 所以它比水晶好就对了 它比水晶好 真的 它比水晶好 它比水晶好 比水比水晶好 那我就安心了 可以了 然后本身呢 它这个是利用 有点像那种浅水衣的材质 是非常有弹性的 大牛 超棒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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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